當然了,在主權移交之後,也有很多次有不同的人提出要放棄港元回率,和美聯合回率 希望港元和人民幣掛鉤,港元和一男子幣掛鉤等說法 很多人說了很多次,但最後都沒有成事 因為一旦脫鉤的話,風險確實比較高,而且很難預計結果 所以特區政府的金管局一直都很有猶疑 北京也未必會同意,因為香港港元和美元的聯合回率對中國也有好處 因為這個聯合回率令香港可以成為一個白手套,幫北京處理很多資金出入的問題 同時也為國內不同的板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渠道去處理這些錢 所以一旦要取消聯合回率,風險太大 香港未必成立得起,北京也未必上 而且你要跟聯合回率脫鉤,一定要選一個港元比較強勢 事實上,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後,港元強勢的日子不是很多 而且也不長,所以有些時機也可能失去了 所以確實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肯定就不是聯合回率脫鉤的好時機 如果這個時候真的要脫鉤的話,就是被迫就行了,或者受不了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美國高通脹,歐洲也是高通脹 現在歐美也加息 如果加息的話,特別是美元加息對香港有很大的影響 美元加息的話,令到港美之間的匯價出現較大的 波動,也事實上這個波動令到美元強,港元弱 在整個情況下,港元的匯價偏離了7.8的上下限的話 7.8的參考上下限的話 那你外匯儲備其中一個作用 在這樣的情況下,透過買入或買出港元 來穩定回價,令到回價在上下波幅的位置 是責幅賠賠賠,講完那7.8的參考價才有意義的 但是現在美元是加息加得重要的 上一次加四分之三來,是吧 那息差這麼大的話,就出現了很多市場上的兔凳活動 就是說,拋售港元,因為港元的價格低 就是匯價在低息的情況下,就是 外匯價不斷接,那你接的話就要外匯去接 所以就令到銀行體系的情況急速變壞 所以有些專家說這樣的話,港元很快就會大幅度貶值 現在的情況確實比較難估 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果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堅持低息政策 不跟隨美國加息的話,港元和美元之間的匯價就會 就是那個所謂的色差掌波拉闊 那套凳活動一定會越來越頻繁 那什麼時候會令到外匯基金頂不順呢? 那這個就很難說了 那北京有沒有能力去幫忙撐港元匯價呢? 也很難說了 那所以有些很悲觀的估計就是說 到了8月可能港元也要帶幅度貶值的了 那這個是真還是假呢?我們就不知道了 但是基本上就可以這麼說的 就是現在情況就似乎 就是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危機在面前 嗯,就是大陸的南美流風波 現在大陸都不知道怎樣收科啊,波士 所以其實現在大陸的經濟和美聯儲加息 所以大家都會經濟到頭痛 都是很擔心金融的風險 就是金融危機 那其實是另外一方面擔心美國多少加息呢?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加息的了 是啊,沒錯 所以有些就是經濟人說全球都加息 就是你香港不肯跟美國去加呢? 可能有些個別銀行有跟的 但是都跟的很少 反而大陸都沒有解釋 所以跟整體的一個經濟氣氛 都背著一次 那其實我們現在都 就是有一些分析就很擔心 就是大陸的南美流 還有斷工潮、斷卡潮 那些經濟的風波 包括香港的銀行體系也好 金融體系也好 其實現在就看到 其實現在大陸的南美流 那個風波 就是銀行的貸款 就是大陸的顯現 大家都知道 但是現在其實真的有 香港的幾家銀行 有給大陸那邊的 就是那些 叫什麼發展商的貸款 差不多要4千億元 就是內地的貸款 就是最高銀行 是香港銀行 有東亞、中銀、恆生 還有衛鋒 其實這個環媒都很擔心 香港的銀行體系 受到衝擊 就是不是一個之前大家擔心的 但是現在十則線的銀行已經 戒入了大陸的金融體系裡面 當然啦 如果風波再蔓延的話 你說波及到香港的銀行 就可能性不可以排除 不過呢 我覺得暫時還沒有太擔心 為什麼呢 現在出事的那些 主要都是一些二、三線城市 和村鎮的銀行 河南固然比較嚴重 但是基本上出事的都是 地方的銀行 地方的分行 就還沒有去到一些 主要城市的大項目 這個主要原因就是 那些地方政府 和一些相關的地產發展商 過去大量投入房地產 然後很多地方銀行 和地方政府 和地方金融機構 和這些地方的小型發展商 很多的融資活動 就很草率的 變成了一旦他們 舉個例子 一些有地方政府參與的樓盤項目 是樓賣不去的話 那這些融資就出現問題了 因為發展商還不到錢 或者地方政府都還不到錢 然後就還不到錢 那它已經斷了一部分的資金來源 再加上又封城又抗疫 然後就加上去年恆大 屬下很多發展的分判商都收不到錢 那變成了 也不加一些恆大 很多都是 收不到錢 那變成了他們的項目都停了 那 最初那些人可能都覺得 因為抗疫而已 但是現在 你 逐步解封 都還是不開工 那大家就覺得不對勁了 所以就紛紛就 就是 不再還貸了 那這個呢 就已經蔓延到 現在是 差不多三百個項目 還有 很多省都有 超過二十個省都有 那變成了 很多地方銀行就會吃到好影 那才會出現 他們要凍結一些戶口 或者說 就是 出現了資金鏈斷裂 就是無以為計這些問題 那這個呢 我相信是很頭痛的 也很難解決的 那但是暫時呢 我到現階段 我只好相信 我沒有很詳細資料 香港那幾家銀行 如果他們有參與 他們有參與不出奇 他們很多在國內有業務 就是如果他們參與國內那些 就是 留意貸款 的服務的話 的業務的話 我覺得他們都是會比較小心的 因為他們 始終這些銀行都是在香港經驗那麼久 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面 就第一 有經驗 第二 也都不會好像 國內地方那些銀行那麼草率 他們都未必需要像地方那些銀行那樣 甚至一些市級的銀行那樣 需要賣帳給那些官僚 那所以暫時呢 雖然你說有幾家銀行 四家銀行 有幾千億的貸款業務 在國內 那暫時還未聽到說有哪些銀行出現了 就是這些所謂 停泰的衝擊 那我相信 或多或少都可能會有 但是我相信 規模應該 不至於太大 所以暫時就不用怕的 那但是國內的情況 當然是令人擔心了 國內的 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 涉及的 事實上有很多不同級數的地方政府的參與 那這些地方政府就利用他們的權力 收地 蓋房子 那現在就回不去之後 那些房子賣不出之後 就連他們自己本身的公共責任都給不到錢 那所以才出現 就是李克強兩個月前 所以說地方政府出現核政危機 所謂核政危機就是 他應該進的責任是不能進的 所以這個問題是複雜的 不過當然了 剛剛也聽到一個消息 就說李克強剛剛主持完這個 國務院一些中央的會議 透露出這個信息 就是國內經濟就穩步改善 那這個信息是真還是假 有多少水分我們不知道 還是打個心理戰我們不知道 總之這個信息傳出來 那我也很希望看到一些 那些信息傳出來的資料 了解一下那個向好的原因在哪裡 動力在哪裡 其實我對李克強說這個時候 我也有一點點覺得奇怪 其實之前習近平不斷地說 就是青年 經濟一片大好 但李克強不斷地說 經濟壓力很大 經濟向下華 接著要開了一個全國十萬人的大會 要不斷地做一個經濟的政策 他從來都不說青年的 那這次他是第一次說到 就是中國的經濟 就是慢慢穩定向好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感覺他似乎繞了一個圈 接著說回經濟向好的方向 我感覺是不是跟習近平 現在樹圖同歸的感覺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我覺得始終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國務院李克強 就是處理實務 所以很多問題他確實要處理的 跟習近平真的不同 經濟事務也事實上主要是李克強的責任 所以他五月底那個十萬人大會 就已經講得很多人害怕了 就是沒有錢了 你們自己出債券 但是短短都不夠兩個月 他就找部向好 那我就覺得有些匪夷所思 所以我也有點擔心會不會是 因為上一次唱完衰之後 國務院或者地方幹部 遇到壓力 那就不可以再唱衰 那這個真的涉及習大大 能不能夠在二十大一片公職 萬眾歸心地繼續做下去 那一定要 一定要 省一個廚窗 會不會是地方幹部 或者地方的統計機構 都受到壓力 因而是有一點點 傾向去唱好一點 人人人都唱好一點 去到李克強那裡就唱好很多了 所以我擔心 反而是 現在所謂的穩步向好 這個講法有多真實 還有 看不看得到實質證據呢 如果從這幾個月的變化 你又看不到實質證據 所以我也覺得 暫時對這個講法 不妨抱有一點點懷疑 嗯 說真的李克強到二十代開會之後 他就 他自己說過做拜拜的了 所以他現在是不是都要說一些好話 就是沒有練到 就是怎麼說呢 沒有練到其他留下的人為難 是不是又這個 反正都走了 就是自己唱壞東西都唱壞過了 自己的機會自己的機會都洗到八百了 李克強是不是 其實很難說的 就是 他說會走而已 那現在國內的政治前景 有很多不明朗因素的 我覺得 那而且他走 如果他走之前唱好的話 那接手那個 不就更糟糕 是不是 就是你唱好了 那他接手的時候其實沒有這麼好 那就要做好他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自己一上台就揹了一個黑鍋 你一上台就變差了 是吧 所以我也覺得未必會是這樣的 不過問題就是 國內的統計數據 往往都有水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體制造成的結果 壓下門上 這也是一個慣例 所以我只能夠說 如果從5月28號 就是李克強的會 他們現在都不足兩個月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證據 告訴大家 國內的情況是找步向好 我們這兩個月看到的情況 似乎有更多問題爆發 包括了兩個月前都沒有斷工潮 斷態條 現在有了 是不是 兩個月前都沒有看到 當然兩個月前就已經出現 一些 河南的銀行 出現一些 一些卡拿不到錢 一些帳戶拿不到錢 但那時候的幅度沒有這麼大 現在就已經 遍及很多不同的省市 都有同樣的問題 所以其實 似乎問題是多了 幅度擴大了 那為什麼會 反為經濟穩步向好呢 這個真的想不明白 所以其實 如果你從一個觀察者角度去看 今時今日 國內各種問題爆發的頻率 以致那個嚴重性 實際上我看到 就覺得比兩個月前更大 但是 既然你一邊這樣說 那大家就 先觀察一下 我就覺得 要抱有很大的審慎態度 來看這些說法 嗯 你都看到境外的投資者 簡直中 我的國債 獲得最高的一個數字 是 559億 這個其實我聽經濟學者說 他走資 因為他始終見到 中國的經濟不好 不過先走了 你在裡面走不到 我在外面 就先走 先走為快 先走為好 這個 這個都有可能的 是啊 然後彭博石也有一個調查 就是講了 中國起碼要過萬個大富豪 想離開中國 他們可以帶走的資金 可能過了480 880億美元 不過我真的擔心他們拿不拿走 現在大陸那邊有些卡 和那些斷迷 那些錢就是可以進 就沒得速的 是啊 就是我覺得 就是 就是當然了 現在彭博說法 他就說有幾位銀行家 就是不願透露聲明 就說就是有這樣的事 有很多人根據查詢數字 也有估計到 估計是有過萬名 涉及4個不捨的美元 當然了 我又相信 彭博做得 他也一定的 驗證了那些資料來源 但是還是那句 就是 老實說 如果在國內想走的 誰知一萬人 就是很多人賺到錢 都想走的 特別是現在 又封城又成 是吧 但是 想走和走不走 是兩回事 所以 就是這樣說 也正如你說得很對 就是 現在 國家正在等牽洗 那 我覺得 你夾著那些錢 要走的話 我相信 就 數目還這麼大 我相信 就不容易 國內始終還是有這個外匯管制 除非這些要走的人 一早已經做好所有的部署 開定了離岸戶口 那些錢已經用各種渠道 運了出去 如果不是的話 在這個時候 要將這些錢 兌現成為一些 可以轉移的現金 我相信都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嗯 所以我現在再講一個話題 就是牽涉到美國 大陸和台灣 博士都知道 美國國會的議長 就是培羅西 原本四月份要去台灣訪問 那誰知中了中共肺炎 就去不了 現在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他8月份上去 這個時代真是引起了一個輕盈的大波 你看到 前環球時報的前總編 胡瑟進就說 你去也好 然後被解放官軍 半非你去台灣的領空 他讓你台灣都不敢打下來 其實這個 培羅西去台灣的訊息 其實美國那邊都議論紛紛 其實拜登和國防部都似乎有阻止 根據一個新聞就說 為什麼要阻止呢? 普羅西說 可能他收到的訊息 或者拜登的意思就是 北京美軍擔心他乘的飛機 會被中國擊落 就是打下來 他這樣說 所以這個訊息就是 其實解放官真的 是敢不敢做這件事呢? 其實為什麼普羅西有這個禁 美國方面是他去台灣 訪問有這麼大的影響系裡面呢? 照到他去台灣 可以坐國防部的軍機 他應該坐美軍的軍機到台灣的 國防部就說 其實這個是國委代表團出訪的標準的規格 但中國可能將它解放為一個軍事的行動 就是佩洛輝想去台灣 就上了很久了 上了很多次了 那我覺得如果現在形勢不變的話 他遲早都會去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呢 就正如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 如果他要去台灣的話 就是我相信也有先例 早前有一班議員 美國的國會議員 他突然間全老星去台灣訪問 都是坐軍機的 是吧 都是坐軍機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佩洛輝要去的話 也肯定很有可能是會坐軍機 當然不可以是坐民航機 但是他坐軍機的可能性也是高的 那我就覺得 胡淑俊這些 就是 他習慣了胡言亂語的 就是 既不驚人死不休 到時候如果真是美國 有隻軍機 載著阿佩洛輝和一行人等 去台灣訪問 他真是夠膽派解放軍夾著他嗎 我覺得不敢了 不會了 這樣就直接軍事對抗了 你始終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 是一個有自己國防有自己空域的一個地區 我覺得 你就算怎麼說 神聖邦可心凡的領土 你暫時都不在那裏行使你的權力 你怎麼可以用軍機阻止另一個軍機 另一個軍機降落呢 我覺得這個 我相信 我相信 真的想挑起軍事衝突呢 我相信不會了 胡錫進這些人說話 大家當笑話算吧 不要太認真 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 拜登政府 確實可能未必想佩洛西這個時候去 這個也是真的 因為 在這個時候 拜登很快就要跟習近平聊天 幾天之內就會打電話給他 事實上 就著中美的貿易談判 還有一些很實質的問題 美國似乎都是想在短期之內 從中國重新打開對話之門 這個時候 如果佩洛西到台灣的話 就對這種談判 做成一個較為不是太理想的氣氛 所以我相信 白公安方面未必想佩洛西這個時候去 但當然 如果佩洛西堅持要去的話 你也不要阻止他 因為事實上 他也是一個 國會的議長 也是一個選民選出來的代表 他有他們一些 行動的自由 這個行動自由 也不是完全白公可以支配到 當然你爭取他合作 爭取他選一個較為好的時機 這個我相信在白公和國會之間 是會有機制去討論的 但你說白公要完全阻止他 甚至說一些沒有人相信的說法 你去的話他會打擊你的飛機 我相信 你不但只嚇不到他 可能令到更加多國會議員說 我試試看他這樣做 可能還激起反效果 所以我對這個說法 就算這個說法真的來自軍方 或來自白公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 可能不是一個準確描述都不頂 暫時 白公方面也沒有確認這個傳聞 雖然佩洛西他們聽到那邊這樣說 但是白公方面會不會出來澄清 我們就看下去了 說真的 如果真是佩洛西 從美國的軍機去台灣 你覺得中方他真的有些行動嗎 如果他的行動去到盡的話 他會做什麼 我覺得 剛才說了 也有先例 早幾個月 有一幫美國的國會議員 都是坐軍機去台灣訪問 是嗎 當時夠不夠膽 這個級別高一點 這個級別高一點 當然級別高一點 他是國會議長 這個是事實 但是 就是 如果你說 美國軍機降到台灣 就侵犯主權 那已經侵犯了 是嗎 那當時 就說 美國軍機降落 我們就開戰了 那有沒有開到戰呢 就是這樣的 拋口爽 拋浪頭 都不是第一次了 我覺得 就是 因為一個國會議員 就算他是議長 去訪問台灣 你就開戰 坦白說 怎麼說 怎麼算 過去一年 立陶宛 啊 捷克啊 那些 都有高層的正義人物 去這個 台灣訪問 當然你說 那些國家和美國沒有得比 這也是事實 但是 如果這樣算的話 就是 很多次都已經開戰了 應該先出兵攻打立陶宛 已經 我覺得靠客 沒用 也要試試說 這些靠客 我覺得是 很沒意義的 其實 反而 臺院那邊要成立 台北的辦事處 很快要開幕 沒錯 就來開始了 不過我最近問一個問題 我真的知道很辛苦 那如果是拜登和習近平聊天 可能大家現在擔心著 拜登就繼續推薦政策對中共 大家擔心著的 其實你對這個的看法會怎麼樣呢? 拜登無疑都是 我自己個人判斷 拜登都是想給北京一位走的 但是 一隻手掌拍不響的 第一 現在中國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立場上面 還是引起全世界 民主世界的一些關注的時候 拜登的空間也受到這些盟友的牽制 這也是事實 那 所以我覺得 現在已經在讓步了 即是說 十日之內跟你談 那談不談得出結果 還要談下去 那我相信 要談到結果的話 也有些很實質的讓步 所以我看暫時 就是 不可以排除可能性 到頭來談完之後 都是沒事的 這個可能性也存在 當然你說 談完之後 大家找到下台街的 有些事情可以妥協的 那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美國現在面對一個 高通脹 國內確實有一套說法 就要改善和中國的貿易關係 來降低通脹的影響 特別的關稅 有部份 基本上那個關稅 美國人自己吃光了 所以就產生不到 即是他們原本想達到的作用 那美國在這個階段 會不會在這個問題上面投降呢 那這個就要看了 但是它確實是面對一個高通脹 也都令到美國政府面對一個較大的壓力 因為高通脹大家生活 變差的東西貴 那當然要迷入政府的了 所以也都會有一種壓力 是令到美國政府 要稍作讓步 這個可能性是真的存在的 我們的節目都差不多到超為止了 你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想說一下 我看到你在Facebook說一些很感觸的說話 沒有什麼特別感觸 香港很多人只得我們感觸的 是不是 就是每天都感觸的 721是三周年 這次是721是三周年 然後你又看到 我看到你在Facebook說 是不是外國什麼都可以 現在似乎就是這樣 外國成為通行政 掛國旗都不用罰 就是地政署根据規矩做 現在都可以要求 經過那些文記 自由黨的副主席出來槍 就可以不用付錢的 不用罰款的 那是不是掛國旗在車槍 就可以不用交為力罰款 就是你搞到指下個秘密 自己的愛國成為了違規作大 的通行政 那這個是不是他們想做到的目的呢 那最好笑的 特首都支持 那我覺得就 所謂法治社會進一步的聯絡 嗯 那我們今天到次會指 好的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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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